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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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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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7日 是大雪 香港的天气还未好冷 因为这次24气节 是以华中区来做这个基准的 香港今天还可以乱到24度 但是市場就下了一場雪 不過這場雪就像24氣節一樣 是遲早要來的 有聽這個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在過往四個星期 我都經常告訴大家 它總是苟攻不上 苟攻不上就是意思指 在保力加通道的是上通道 苟攻不上 作為在軍事上來說 苟攻不上當然 在軍事上就叫做苟攻不下 自然就要撤退 因此苟攻不上就要撤退 還有一件事 另一字叫做苟守必失 無所謂的 苟攻不上和苟守必失都一樣 今天是很清楚下穿了265點 為何265點是這麼重要的東西呢 我在這幾個星期中 都是說265、265、265 跌穿了就比較大件事 原因是265確確實實 一個關鍵位來的 等一下再解釋 既然苟攻必下 你自然就要下來 你下來的時之中 會去到多少呢 一樣是 跟以前所說的一件事 可能是由250至259 即是260 沒甚麼所謂的了 差不多 為何會是259呢 因為大戶戶喜歡玩玩人 總是跟你穿了穿的齊頭數據 讓你嚇到你雞毛鴨血 這樣 可能在這個位置 就會回頭 真也可能是一插到底 去到255 為何會有255呢 我看看日算套 這是259 就是這裡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就是265 對不起 保利加通道是265 所以今天會下來265 下支支保利加通道的下軸位 就是261 跟260 259 差不多 為何要穿259 要穿261 又是甚麼 又是說 我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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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下班人仔 就去做出貨 我上次依然一直在說 今次 如果沒有太特別的 是應該一個 這是先前的一個調整 今天很多人又說 因為調整等等事情 因為有些官員被制裁 等等 很簡單 第一,不去美國,不去美國用死嗎? 現在你去美國把鬼,是不是想病? 三年之內你都不要去美國 因為他們覺得沒甚麼,只是傷風感冒 不過不要忘記,你真正患了新冠疫之後 你日後會這一世,這一世,這一世是有後遺症 因為它可能影響你很多的器官 如果病菌會殘留在身體裏面 所以會有些人二次復發,二次三次復發 那影響你甚麼呢? 包括你的腦神經,你的神,你的肝,你的肺,你的心 因此,我只要奉願大家真真正正戴定口罩 有朋友說,石仔貓,你都在這裏播 你脫了口罩吧 第一,你為甚麼要看我的樣子? 你說股而已,你看股票圖,看我的樣子把鬼? 第二,我怎知道這房間有沒有病毒? 是不是? 如果兩人都戴口罩,可以將病毒感染的機會減到5% 如果你兩人都戴口罩,還要距離6呎或9呎以上 你感染的機會可以減到0% 那為甚麼?我要脫了口罩 我怎知道這房間裡有沒有病毒? 所以第一件事,有一件事 坐升降機,人多的就不要進去 第二件事,當然不要去跳舞 跳舞的話,也不是不行 兩人之間夾著一塊FiberGalas 即是透明膠片 是不是? 即是上船身這樣,有個App也這樣說 你拿著它來跳就不錯 貼臉都可以 不過貼著一塊,即是透明膠片的意思 好了,現在這裏,我們會怎樣看市道日後的趨勢呢? 穿了這個是265,下面這裏就看261 是否只有去到261,就完了呢? 未必一定 我們要看一件事 來到這幾天,它會不會滑下來 這個轉彎,滑下來 滑下來的話,它這裏收窄了之後 它就會擴展 若然它滑下來又擴展的話 那就不太好樣了 那就可能更加會下跌一點 這個265,或者下跌到250 就是補回這些裂口位 上升的裂口 好了,因此 一般的朋友來說 如果有貨的,特別是之前 是買了一些升得很多 賺到很多的,賺到盤滿盤滿的 就各自檢視一下 由這個星期開始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會每天介紹六隻股票 不過我其實只是介紹一隻股票 在最拉面的時候 就是我的推介 這裏真真正的推介 不是一個叫假石老師的推介 這個推介 我又會跟蹤著 直至到去賺錢 或者去虧了錢 要OUT為止 大家仔細看一看 其他五隻是什麼呢? 就是回答讀者的問題 你覺得 你認為股票是怎樣 當然 我不會回答一些 1234567 那些無厘頭的股票 我會盡量回答一些 是比較上面 可能有些異議的股票 或者對投資者 是有少少可以留意的股票 或是比較大眾化的股票 就是這樣看 第一隻股票 是有投資者問的 頭五隻都是投資者問的 就是講月後投資 他說月後投資 黑了東西 要不要出 第一件事我看回 當然 你何時黑 我不管你的 我現在只可以說 一般來說 看看他怎樣做 第一 不需要這麼快 騰計算 為什麼 你看到這五天資金流向 前兩天已經出聲了 現在收水了 即使收水完後 他可能會上回去 所以我們就看看 在這一點裡 我又看看 是 今天 到11點鐘為止 喂 沒有大手買入 是啊 沒有 沒有發指甲 因為他只是收了水 大手沽 還是有少少 不過很簡單 一百三十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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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美國買的廁所 散戶買的 熱情很踴躍 這是水軍 鬥海兵 基本上還未走完下跌通道 這是周線的一年度 是跌穿了保利加通道周線的中族 剛剛今天跌穿的 當然上星期 大臨拉尾都會臨尾香 跌穿之後 接著應該就看這個位 就是11.6 因此我覺得目標位就是11.6 支持位也就是11.6 不過由於它已經跌了很多 跌的時期頗長 之前這裡是11元 如果跌到11.66 很好的 即使是一底 高於一底 我自己覺得 它去到這個位置 是有一點點支持 開始有望向上升回去 今天它是跌12.32 保利加通道的低位是12.35 跌穿了一點點 嚇你們這些人 不過也可以像這樣 多數天 不知道 因此有貨的可以先出 沒有貨的等一等 所以在遲之中 升到11元 就算不錯 買回一點 就可以考慮 不過這不是推介 只是告訴朋友 好了 鎮凳生物 過了幾天 也看到有買入 今天由於至於11點 因此我們不知道它 最拉尾付效率是如何計算 可能會升很多 去到這裏我們看到 信貸新聞起資過5天大手買入入14% 今天直至11點有19% 不續 即是大戶開始動物 最重要的就是大手沽不見了 買入的有2500萬 沽出的有112萬 大家可以看到收工 所以在這點裡 你看看 今個星期這日彈穿上去 站起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周線圖上的中軸 所以很簡單很容易查 大家都可以做到 需要聽我說 看著經濟通圖就搞定 來到這裏 又達了上去 保力加通道 日線圖的是上軸這個位 留意 這個位置有少少像是咬上去的 好像這裏這樣 咬上去 你拿了信貸生物的 拿著它 不要那麼擔心 好嗎 要咬上去的話 你就有機會可以上多少少 那短期是怎樣 短期我覺得它要整股一下 短期要整股一下 大約五十六元左右 來整股 延出先菜上 因為今天 鬼竟出了一個墓碑的形態嗎 到今天為止 百惠亞太 啤酒股 天口涼 不要喝那麼多 更何況現在有新歡肺疫 喝那麼多啤酒 壞了身體 因此 股價 其實在周線圖上面 是連下了三個星期 如果這個星期五 都是彈不上去的 還是繼續起這位呢 那我就確認它應該是 連下三個星期 就會慢慢 會去到市番的中族 中族是多少呢 25.48元 所以我說目標位是25元 25.5元 阻力是29.5元 就是它之前的高位 支持就是這個位 是25.5元 首都25.5元 希望它可以上升一些 這個是周線圖的 日線圖清楚看到 正在插下來 考慮看這裏 是參考這裏以前的走勢 正在插下來的話 是可以這樣插 所以如果這裏 跌穿了保利家通道的中族 看看明天和後日 如果跌穿了日線圖 保利家通道 就插下來這些位置 這位置 這位置見過多少呢 最低限度是見24.1元 建25元 就是這些位置 如果大家有課 你考慮一下 長線是好的 不過 甚麼叫長線呢 長線是好的 中海物業 中海物業 很多物業股 其實現在都處於一個回下的期間 因為 媽媽買不到樓 媽媽買不到樓 是因為上個星期 應該是12月3日吧 中國有一個副總理 韓正 他開一個叫做住建部 座談會的時候 重新再說一句說話 防住不炒 一直繼續說這句說話 還有一件事 多了三個新意思 不會因為短期刺激經濟 而找到房地產這一塊 很多人都認為 阿爺 你想搞內循環 你是不是需要搞一下房地產呢 搞一下房地產 我們便出火了 對不起 韓正在這次第一次出聲說 不會因為短期刺激經濟 而動到房地產這一塊 第二件事 就是通知所有銀行 你需要地抬你上神台 叫你要走去做這個是S GIB GIB 還是GIS GIB 即是怎樣呢 即是打國際水平波 根據巴塞爾巴塞爾 GIS GIS 即是阿爺 阿爺 將會告訴你 不行 現在你有一班人 我會有一個評審會 一評完之後 你由D 上去 是G 我忘了是G還是S D上去S 好 即是說你要升班 不准降班 大家看看我今天 《經濟日報》那篇文 《經濟日報》那些新聞 就有講述到 為何要這樣做 第一 歷來以來 很多次的金融爆炸 這個爆破 都是因為樓房業的泡沫 阿爺很清楚知道這個 因此第一 樓房業不准大到不能賭 不要拖死大家 銀行也不能夠大到不能賭 所以大家一定要資本給你充足 資本給你充足 在充足之中 程式少說 你能夠抵禦到風險 就不要一葉偏周 出去十號風球 是需要一隻航空母艦 頂住十號風球 所以它打造 很多的這些內銀股 都是要做航空母艦 因此 整體的中國的金融經濟 是將會穩健了 這個對我們炒股者來說是好的 因為大衛的金融環境好 你就不會突然間一夜之間 你的資產就灰飛煙滅 好像2008年雷曼那樣 你又想上街 走去示威要求賠償 2008年你上街示威要求賠償 美國佬有沒有理睬你 沒有 為什麼 死是死你這些中國佬 香港佬 所以這件事是會好的 亦因此 所以很多外資 是知道這件事 人家在大戶 所以就開始買中國的國債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國債 會不會爆煲 是的 最近阿爺要花很多的債 是爆煲的 為什麼 遲早爆了 因為我一捏它就爆了 那我又一定要捏它 為什麼 將那些龍 將那些病毒 擠出來 就剩下一個好身體 所以這點入面 是好事 不過最重要 你不要買到爆煲那隻 就是了 所以暫時短期來說 對於金融股的 躺一躺 不要理它 這樣等這個世界 平靜下來之後 就好了 什麼時候世界平靜 2021年1月1號 因為新的這個評估犯法 是2021年1月1號 是要執行 因此 在那時候 你等一等 這次是跌完下來之後 再看看 很多的樓房 內房股的話 他們將會一定是 很不空 大佬呢 在這幾個星期裏面 需要想想 怎樣可以去賺到錢 還債 因為銀行一定不借債給你的 你還想roll over那些舊債嗎 免問 因為阿爺要求我 升班 是不是你死比我死 因此 中國的金融制度 會越來越好些 穩定些 爆破風險是減少了 當然了 會不會有新的爆破點 一定會有的 因為這個是摩高一尺 為什麼我說摩高一尺呢 後面那句就是道高一丈 就不是道高一尺 就是摩高一丈 阿爺不會這樣的 這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這個社會主義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你想造反 我就扔你十槌 不是 資本主義 不是 我就是做十個盾牌 就頂你一尺 阿爺不是的 你想造反嗎 扔就扔扁你 好了 看回中海物業 那麽 所以 就在這裏跌 在周遷圖上面 我希望它怎樣 就是跌到下去 有兩個位置 不好養 就去到三個半 好養些 就去到四個二 去到這裏這些 又可以想一下買 為什麼想著買中海物業 中國海外媽媽 搭水 不過它以後的發展 就不太好 因為沒有一個物業股 可以大發展 阿爺不讓你搞那麽多 那你調整了下來 那就好 低有低炒 高有高炒 沒什麽希望 有沒什麽希望的炒 就吃白粥 來不來 加多一件豬紅下去 那就行了 在這點裏 所以它見到 在這裏暫時 都彈了上來 在日線圖下 不過我彈了上來之後 它又下來了 那它可能 是會要回市一下這裏 回市這裏 保力加通道的日線圖到底 是四個半 那會不會穿了下去 去四個二 或者再低一些 我不知道 那這個情況沒有什麽問題 因為我想賣貨 我現在沒有貨 我當然希望你的底越低越好 去到三毛半更好 不過我講這句話 真的會被人罵 真的沒有什麽衣食 自己沒有貨 就在這裏 就希望市跌到狗 這樣不好的 不過真正正會不會這樣 可以大家看看 是 逆陰集團 哈哈 這真正好 有朋友說 逆陰他出了這個是 要弱 一個九毫 八倒是要收斑股 於是他去到市場上 過狗就沽了他 誰知道沽完之後 一聲 今天升了兩個多 他問為什麽 這就是為什麽呢 唉 大戶的東西 你猜得到嗎 不過又不是猜不到 是猜得到的 在這裏之前的時鐘 你找得到 沒有大手 今天是沒有大手的 沒有大手的 沒有大手出 沒有大手沽 好 知識今天呢 是海軍鬥水軍 還有 這隻東西呢 還有一個就是 冒牌的石魯斯 今天推介的股票 他推介了這隻 還說可以有六成利潤 嘩 厲害 升了之後才說這隻有六成利潤 信與不信 你自己去看 這隻股票的股價是怎麽呢 在周線圖上面 是一字平堅皇 上個禮拜呢 跌了上去 你不是說 1.98 來到邀約要回收嗎 何解 今天最高是見過2.5 上個禮拜 見過2.5 今天還是做2.29 就是這樣 為什麽呢 很簡單 第一就是有散戶炒 第二 可能有些人 就有認為 我不肯過你 沒有理由你給過9 我想要多些 行不行呢 你可以有機會 你看看 逆陰後面 是誰做左樁 先 騰訊 開了7成 京東開了10% 即使他們兩個加起來 已經有8成 外面的街貨 就只有2成 2成的東西 當然要收回你 一定不止這個價 可能有些人 到時 你要收嗎 我跟他打官司 等等 他可以 要求那個邀約收購價 是升高些 不過 會不會呢 做不做呢 我不知道 你下面的散戶 夠力的 去追到別人 推別人 可以的 不過很簡單 六號仔的話 誠哥說 不肯嗎 不肯就不玩 那六號仔 不玩了很多次 於是 就沒有了 因為 你最主要就是 因為 你不是 握個是大手 所以 你說過9出了好不好 是 但求你有一賺 算了 為甚麼你一定有一賺 我想請問 喂 他之前 起1.1而已 他升到過9 已經升了很多 那如果你之前更加高 那我就沒話說了 所以這點 可以想一想 好了 我今天 要介紹這隻 叫做北風國際 北風國際 在上個星期的時鐘 過往5日 大手買入是12% 這個沽出是9% 因此 你們看到 一定是大手買入 是多些些 散戶買入是43% 這個36% 於是又多些些 今天是很明顯 大手的 更加 沽出的更少少少 在這裏 就是692萬 即是說 這裏有700萬 這裏有1400萬 即是雙倍 你的尺寸 因此就好了 今天 就是 現在 買入是這麼多 今天就是 然後進去之後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 今天 那北風國際有甚麼好處呢 第一件事 看圖先 周線圖上 今天 是凸穿了 保利加通道的上通軸 在這裏 就穿頂 那北風國際有甚麼好處呢 在這裏 北風國際 他今天 去到9月30日 的盈利公佈裏 他營業額 是增加了29% 股東應佔日利 是增加了2.9倍 嘩 你聽到這樣的事情 是否好些呢 很多人不太清楚 北風國際是甚麼 北風國際 是一個泰國公司 不過 他在供應 中國的糧食品方面 是很多的 很簡單 你去看看 超級市場上面 有些雞蛋 就是北風國際 他們供應的 起這一點 他還做很多 等等的副食品 在中國方面 這便是很典型的內需股 內需股 不要只想著 去打球鞋 吃的不重要嗎 其實 今天隨著北風國際 一起 可以去買入的機會 除了北風國際之外 還可以有 是 甚麼 這個是 220 好像 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 忘記了 總之就是賣公仔麵 那些 為甚麼 其實 一榮俱榮 一獄俱榮 一獄俱榮 大家都是副食品 它升了上來 便升了上來 所以 不過 那兩隻 盈利前景 沒有北風國際那麼好 因此 這個比較大一點 因此 今天便會推介 我會買賣的 有些股票 特別這隻 我以後都會有買賣 但是 我一定不會在12點之前買 賣 因為 為甚麼呢 這時候 我就會 捉了大家 上車 我會在今天 1點之後才做買賣 公平 公正 公開 要賺錢 我真正小鬼告訴你 我還有其他股票可以買的 那些我沒有推介 是吧 是 是 就是這樣 要推介的 我希望大家要看著 一定要看著 指蝕位等等 因為 不知這個世界是怎樣的 目標就是8毫半 當然 這個目標8毫半 可以繼續收定 如果升得好 不好的話 8毫半吃虎 究竟是8毫二 還是8毫三 你自己想 至於這個指蝕位 就是暫時在這裡 我每天都會跟蹤著這隻股票的發展 直至到 要不就賺了為止 要不就蝕了為止 之後 在這個節目裡面 最後的部分 是會打出一個表 來 有關於買賣的跟蹤 那 在這一點 暫時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也要看 要不就賺了 那麼 來 我們